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拔现在多少 4424是挺高的 冰雪路 精神驾驶 雪下不停 这边后 摩托车 下雪容易打滑 冰的话就不敢 可以死人我吗 前方按钉 真正驾驶 这个开装拼 站在雪上面滑下去 山崖 悬崖楼上 这个楼太慢了 怕了 太快了 因为都是坑 哇 这地方经常也是被砸的 这坑都是上面悬崖的石头砸出来坑 都是看出来的 没办法这一段 这个挡好了就没事了 挡得太短 应该休长一点 这个人太薄就爆胎了 还好厚一点 没有 太压了 靠根 太压检测 最入的 라고 人家 冰的河嘛 冰川嘛 米丁冰川 什么冰川 只是大小不同 现在了解 我这个要换轮胎了 原来22换成20 这次的糖DNP 21的我也要把它换成20串 这个就是看路况 你如果开得快 突然有坑的话 薄轮胎确实容易 被爆掉的概率 然后20寸的基本上 还能扛的 相对来说 当然17、18的 或者50、60的 后的轮胎更好 查瓦龙的看到吗 我们就在这 到南湖交界了 如果我们从那个过来 就这样走了 他要到莱古冰山去 我们不去了 他走出路了 这个天没想到那样 我们不去莱古冰山 这饼叉叉叉的话 就这样了 已经到达南湖边上了 左边有雪盖的 右边是绿的 看雨水的情况 它的颜色是蓝的 还是绿的 还是黄的 决定雨水的多少 雨水和天空 双方面 下雪天的感受又不一样 以前来都是蓝天白云的 今天是淡绿色的 感受不同 那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季节 4月上旬的季节来 这一条路海拔3000到4000之间的 都是有冰雪的 蓝乌湖也是有下雪 这口子下去就是了 我叫它印尽 嗯 这边过去 去左边 然后我换你个天空场 然后 这个就是 必兴趣 西藏原屋国际自驾防车路营地 我们停后面一下 哦 车子还蛮多 我们就这样停就行吗 可以 不要拆就这样停 能下去看 好 吃饭吧 自己坐也可以 他这边吃也可以 不用拆 那上面有山上有冰川下来 看一下外面的下雪 我们在兰屋湖边上 海拔要3800 然后下雪能不能充电 那就看真实的了 夏天下雪天能够223的充电 我还开了灯开了暖风机 估计在250 250瓦的一个充电功率 我们太阳能板是1200的 所以在阴雨天下雪天 它还是能够充电的 当然我们时间是12点 中午12点 当然这边的真正的太阳直射的 大概在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 也就是说下雪天 都能充个两三百瓦 太阳能 还是蛮神奇的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发现这太阳能还在充电 还有70多 西藏不缺电 到西藏我们就不缺电 好 吃好饭 我们带小米啊 到兰屋湖边上转一圈 我们去湖边转转啊 活动活动 虽然海拔也有3800 我这雪下的好喝 房车露营的话呢 这边有水电桩 对着湖边 还有充电桩 不过费用蛮贵的 性价值不高 200块的吧 200 住他们那里面也就两三百 还不如住饼馆 吃饭不错 两点我们拿着饼馆不去了 这个饼馆挂下来的 感觉还不错 来玩 两五湖边上帮你单独拍照啊 小米看着我 看着我 小米 两五湖边上拍照啊 真漂亮 你看两五湖的 嗯 咱小米真漂亮 能不能 看后面都是 洋雾湖的冰川 看很远很远的 对吧 湖水是绿色的 往前面走 前面走 哦 那好大的吧 好走吧 走吧 走 小米小脚印 走 那我们从3200的海拔 到了4400的海拔 再回到了3892的 这个叫蓝屋湖 然后油 然后这个边看一下啊 63%的电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后来都是用纯电在跑的 油耗12个 就是电用了一部分 油用了一部分 最近这50公里的 巴说 蓝屋湖自驾防车营地 这个营地很大 充电也有啊 可以 一定要来这边看一下 免费停车 看我们这个雪景 湖景都能看得到 我们现在呢 在这吃饭 吃好饭呢 从这边出发 去往波密 有106公里 到波密去